台北百名贏 選政倒數百日 被說佛系戰法的蔣萬安出招 公布行腳計畫 號召選民做火騎 我一直就是堅持我自己的風格 民進黨的假好心 一下說是躺平一下佛系 現在又說火力太強 近期蔣萬安議題上 不斷加強火力 想擺脫躺平族稱號 卻人不妨被自家副主席 夏立言仿中掃到台風尾 我已經強調強烈建議 夏副主席在中國大陸 清楚表達我們反對 中共軍演的態度跟立場 以及相關的行程要公開透明 及時揭露 擔心心中標籤 讓選情亮紅燈 蔣萬安態度甚至180度大轉變 但依然阻止不了黨內促統派 才說行程不帶官方色彩 國民黨大陸部主任林祖嘉 不只視訊參加鄭州兩岸研討會 還緊接在國台派主任 劉潔一大談祖國統一後 強調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難道關心台商和台聲是假 和中國官方交流才是真 黨主席朱立倫對此低調沒回應 跑到台中銅框市長盧秀業 賣力浮雪 中共所謂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 是棄除否定中華民國主權 政府期盼國民黨應以台灣整體的利益為重 強烈反對中共對台武力威嚇 不應呼應中共的立場 也不要給予中共統戰有可乘之機 夏立言冒著被扣上親中賣台的風險 附中交流 黨意和民意 蔣萬安在輿論壓力下 選擇站在民意這邊 近新聞中部導